110年度长青杯桌球赛10号上午在花莲桌球训练站举行 近百位银把球友球场上相互叫劲切磋球技 县长徐正位也起个大早前往为选手们就要打去 大家纷纷表示说比赛输赢不是重点了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运动流汗感觉好健康 由长青桌球协会承办的110年长青杯桌球锦标赛10号在上智路桌球训练站举行 近百位银把球友参加成本单位也准备简单的开幕仪式 长青桌球协会理事长佟庆和感谢大家支持这项赛事 自己一半的主赛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又兴奋又紧张 来我们给理事长掌声我们的对象 大家好 要请要命 因为我们今天会让大家打得非常愉快 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拿出平常打球的声音来好好表现一下 县长徐正伟也特别到现场为选手交要打去 并且与花莲县长青桌球协会的副理事长宋库山切磋球技 以实际行动为乡亲交要打去 桌球其实在花莲 无论是在公教里面很多都是技术球技非常好 我记得在我们的学校的校长老师里面每一年去参加全国赛也都是拿前三名回来的 我们看有机会我们是打全国的 那看是不是能力拿金牌回来 能运动真好 目前桌球活动在花莲桌委会的推动之下 在花莲市非常盛行的一项球类运动 各个好手球技精湛 现场时任为期盼各级选手们 未来有机会可以代表花莲县参加全国赛事夺得金牌 据刘明顺 花莲市报道